對於我們目前中國已經控制得比較好的情況下 未來我們酒精性肝炎跟脂肪性肝炎 導致肝癌的比例可能會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也要重視 剛才教授講了導致肝癌的幾種肝病的類型 有人就說癌細胞其實每個人身上都有 這個講法準不準確呢? 是不是真的這麼得人害怕? 每個人身上其實經常會有癌細胞的 但是正常情況下我們免疫力正常的情況下 我們這個免疫細胞會把這個腫瘤細胞給它殺死 這個就好像我們犯罪分子跟警察的關係一樣的 有些犯罪分子很典型 警察一眼就看出它是犯罪分子 腫瘤細胞也是這樣 有些腫瘤細胞它很典型 我們免疫細胞一下就認出來 但是有些細胞它可以自己分泌一些 讓免疫細胞 對 免疫細胞不能認識它 或者它分出來的東西可以讓免疫細胞的功能下降 最後便導致我們的腫瘤長起來 所以就是說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為腫瘤細胞太強大 它變化得太強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因為免疫力低下 所以最後導致腫瘤 但是我們正常情況下的腫瘤細胞 是體內都是有的 經常會產生的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殺滅它 所以不會產生腫瘤 我們以前聽過有條村叫做長壽村 長壽村 也聽說有些村整條村都生癌症 想問一下癌症村和長壽村 其實它們之間的區別在哪裡呢 癌症村跟長壽村之間的區別 除了遺傳因素之外 最主要的我想還是環境的因素 因為在某些地方它可能存在一些 致癌的一些因素 比如在某些地方 它是飲水裡面含有比較高的霉菌 就是發霉的食物 有些它可能是當地的飲水 或者飲食裡面含有一些礦物質 它那些東西是可以致癌的 特別是有一些開礦的地方 可能有一些污染 導致我們的飲食當中 有很多致癌的物質 所以一個村裡面 共同大家喝這個水 吃這個東西 最后面可能導致 發生癌症的幾率就大很多 反而有一些長壽村 它可能在裡面這些因素比較少 生態環境很好了 最后面自然活的時間就長 水質又好 大家生活得很開心 沒什麼憂慮 其實我覺得聽完教授介紹之後 總體的感覺就是 我們的生活習慣 特別是飲食 對於這個疾病 是有很大的 很直接的關係 史上有些人就說 有些食物很強抗癌性 譬如我們經常吃的粟米 南瓜 這類的食物 我想問一下 胡蘿蔔 這些稱之為 史上最厲害的抗癌食物 是否真的可以抗癌呢 目前還沒有直接的證據 證明它真的可以抗癌 因為這是很多年以來 大家都認為 從中醫的角度 可能就是說 這些食物可能對抗癌有一定的幫助 但是你說這個食物就一定有抗癌作用 目前沒有直接的證據 我們醫生經常病人都會問 肝臟很多人都問 吃什麼食物對肝臟比較好 在我們現在生活條件好了 其實對於肝臟來說 首先是要保持低脂的飲食 因為我們現在生活好了 特別容易肥胖 肥胖的話 就會很容易出現脂肪肝 脂肪肝跟我們目前肝臟的病變 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就是在吃東西的時候 要最好是低脂 另外我們要保持一定的優質蛋白 像大豆、雞蛋 這種優質蛋白 我們要涉及足量的優質蛋白 其他的包括有胡蘿蔔 還有大量的維生素 它對肝臟也是有好處的 很多比較清淡的飲食 對肝臟相對來說要比較好一些 導致肝癌的主要因素是肝炎、脂肪肝 酒精性肝炎等 要預防肝病的發生 飲食上需要低脂、清淡 而且需要洩入足夠的優質蛋白 和維生素 聽完專家教導 接著就考考大家 以下哪一種說法是對的呢 A,肝臟主要功能是解毒、凝血 B,肝臟功能好壞和情緒無關 C,寄生蟲也會導致肝病 D,肝切除了一半 都可以保證正常需要 我覺得肝臟的主要功能是解毒 這是對的 我覺得寄生蟲也會導致肝病 這是對的 就是沒有吃生蟲,對吧 吃魚生 肝臟肝臟肝臟 這個很明顯 沒錯… 我覺得肝臟功能好壞 與情緒無關 這個絕對不是 要討心情,是嗎 情緒和所有五臟、六腑都很有關 我們經常會說心肝寶貝 心肝寶貝 說明我們的肝臟跟心臟 在我們人體裏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器官 肝臟它就好像是個綜合的工廠 它一方面可以把我們吃進去的東西 在肝臟裏面進行轉化成其他的有用的 把一些沒有的,像白蛋白,凝血的因子沒有的 把它合成起來 包括葡萄糖轉化為紫瓦房 轉化為白蛋白 這些東西都是在這裡合成的 另外一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分解 它就把這些有毒的東西轉化為別的東西 或者把它分解掉 讓它最後從膽子裏面排出去 所以從我們維持我們人體的功能來說 肝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器官 對於這四種說法來說 第一種是肝臟主要功能是解毒凝血 這是對的 同時肝臟還有合成的功能 第二個我們中醫裡面有個叫怒傷肝 心情不好跟肝臟的功能是有直接的關係的 這是我們老祖宗觀察的好幾千年得到的結論 這個是錯的 寄生蟲會導致肝病 這個是以前可能血腥蟲病很多人可能見過 我們廣東地區主要是吃魚身導致的一些肝臟的損害 寄生蟲病 這個也會導致肝臟的損害的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正常的情況下 我們使用的肝臟的功能只有我們肝功能的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 我們肝臟是有強大的儲備功能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活體肝移植 就是把正常的肝切掉一部分去移植給另外一個人 這個叫活體肝移植 都可以把肝切掉一半自然它就是對的了 其實我想問問 經常聽人說脂肪肝和酒精肝有什麼不同呢 還有它們有什麼症狀 脂肪肝就是因為我們體內的血脂過高的時候 然後它在肝裡面沉疾導致了脂肪肝 沉疾之後如果導致肝功能改變 就是肝臟有損害的就叫脂肪性肝炎 酒精也是這樣 酒精你喝的多了 對肝臟的細胞有損害 最後面出現肝臟的損害炎症 它才叫酒精性肝炎 所以它兩個是完全不同的 我有一個問題問問教授 我經常在印象上面看到很多朋友喝酒 我是基本不喝的 所以呢平時我們民間都有問這樣的 有說這樣的話說 每天三杯酒肝癌早上門 這句話應該會不會兌現的 我剛才說了 酒精跟肝病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酒精過量它可以導致肝硬化 肝硬化之後自然就會出現肝癌 在西方國家裡面大概有20%到30%的肝癌 是跟過量飲酒有關係的 所以兔爸說的這個話是有道理的 確實是這樣 過量的酒肯定會導致肝癌的 醫院長請教你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脂肪肝通過運動 好不好醫護呢 脂肪肝它的治療的最主要的手段 就是減肥 要讓體重下降5%到10% 所以運動是可以逆轉脂肪肝的 但是這個你運動了之後 首先你還要控制你的飲食 你做運動之後你又吃很多 那這個運動就白運動了 運動的目的是要導致它的體重下降 最後面才能逆轉這個脂肪肝 哪方面的運動會更加適合呢 運動它每個人不一樣 根據年齡、根據體力、根據你的愛好 我的觀點就是在你的身體能承受的範圍內 做適當的運動 這種情況就行了 剛才說到運動可以減少脂肪肝 但又很矛盾一件事 有些人說肝是最怕勞累的氣狀 那是否這種運動是指 你應該精力充沛又或者是… 適量吧 我想 比較舒服的狀態之下 而不是一天已經很疲勞 那我還要再去運動 是否這樣的選擇就是不對的呢 脂肪肝它其實是分兩個階段 一個就是脂肪堆積 我們通常說的脂肪肝 另外一個叫脂肪肝已經損害到肝的功能了 叫脂肪性肝炎 如果是我們有脂肪肝 但是肝功能正常的情況下 其實一般的運動是對我們的身體 是沒有太大影響的 但是如果是有肝功能異常的話 建議不要劇烈運動 因為可能我們的身體受不了 我想問肝上面的血管瘤 是甚麼原因會形成的 這個血管瘤它是一個良性腫瘤 所以它的形成的原因 研究的比較少 但是一般人認為 它是因為遺傳因素引起的 不像我們其他的因素 主要是有些外界的因素 導致它出現了一些腫瘤細胞大變 它是個血管的異常的增生 如果體檢檢查到有血管瘤 怎麼辦呢 血管瘤它是一個良性腫瘤 它一般情況下不會出現惡變的 它一般不需要處理 但是在血管瘤比較大 靠近邊緣的時候 如果你碰到哪裡 或者被人打一拳 就容易破裂大出血 所以只有在5.5公分 甚至更大以上 才去做治療 包括手術 包括介入酸塞 一般的情況下不需要處理 我們女士最喜歡保養 除了保養的臉 也很想保養肝 肝要如何保養肝 肝要如何保養肝 其實主要的就是要避免我們… 解毒 我們廣東人通常都會喝湯 解毒也是兌肝的一種保養 應該怎麼做才可以預防肝病 不會有肝炎、脂肪肝和酒精肝呢 下一節回來 專家告訴你,千萬別走開 C O S T B 來自可口可樂 追求高品質 我們始終執著 生命中有些事 我們決不張就 點滴信任 點滴純粹 看白电风到广州新世纪白电风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广东中研白电风研究院 白电风治疗领导者 电话020-3519-40 3519-40 我们女士最喜欢保养的了 除了保养的臉都很想保养我肝的 肝怎么保养呢 肝脏的保养其实 所主要的就是要避免我们 最容易导致肝炎的这些原因 是吧 你有肥胖 那就是饮食要清淡 要多运动 是吧 有饮酒的习惯 那你就是尽量把每天摄入的酒量 酒精的数量 达到一个最低的水平 当然了 有乙肝基础的话 那最好是能够做一些相关的治疗 同时呢 我们都有一些 在肝的保养上面 我们一定要注意 霉边的食物是不要吃的 就已经发霉的这些食物是绝对不要吃的 饮水的情况下 最可能不要去饮那种带有污染性质的一些水源 因为所有污染的都是肝脏解毒 对 毒就残留在里面 对 清淡的饮食 适度的运动 少喝酒 这些做法都对肝脏起到保护的作用 大家要记住了 接着又来考考大家 愈防愈肝的最佳措施是什么呢 A. 隔离治疗病人 B. 管理大病毒者 C. 严格消毒制度 加强血源管理 D. 疫疗预防 我认为全选 都是这样的 都是全选 其实如果大家有点上色 有这样的问题 应该是要用这种模式去控制 以及做好管理 应该是这样的 马教授的答案是否全选呢 因为这个答案它写的是最佳措施 其实对于现在来说 它的预防最佳措施是疫苗的接种 其实日本很多年前 它一直跟我们韩国 我们中国 它的这个乙肝流行是差不多的 但是到现在 日本的这个乙肝 基本上就控制了 跟西方国家差不多 比我们远远低于我们在中国 它就是因为它的疫苗接种 当然其他的血缘管理 带病者管理 隔离 这个病人是没必要隔离的 因为它这个乙肝的话 一般的接种是不会传染的 所以我们没必要把我们的带病者 把它隔离起来 刚才教授说到第一个选项 说乙肝病人是不需要隔离的 我想问一下其实乙肝最常见的传染的方式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需要隔离呢 乙肝其实最常见的传染的方式 最主要的就是带有体液的密切接触 带有体液的密切接触 包括以前我们卫生条件差的时候 为什么比较容易传染 因为我们以前很多人 他都是带有拖曳的 这个咬烂的东西 在喂小孩呀 或者跟小孩同一个同事吃饭 这种就是说如果是你大人有的话 就很容易传染给小孩子 但是到至于成年人的话 一般大于你超过25岁以后 很少有人听到有人得乙肝的 再重新得乙肝的 就是因为大人一般的免疫力比较完整了 就不容易得到乙肝 所以我们要避免 就是说跟小孩结束的时候 有密切的体液结束 包括你喂东西 当然我们平时一个桌子吃饭是没有问题的 你自己固定一套碗筷就可以的 不要拿自己的碗筷喂小孩 另外一个对我们中国目前的情况下 现在传播的最一个途径就是母婴传播 就是从母亲的胎盘里面传播个小孩 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疫苗给免疫求蛋白 只要大家去正规医院去生产 一般的话都没问题 95%以上是可以避免的 其他的包括一些新生活吸毒血液传染 也有但是相对比较少 那我还想问一下 其实月光患者在临床上面 会有些什么症状呢 跟普通人不同的地方 一般的轻症肝炎呢 它是没有症状的 因为我们像乙肝鞋带者 或者转眼没高一点呢 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 个别人呢 他会有一些发力啊 然后有一些吃饭之后 好像肚子脏脏的 有黄胆的病人呢 可能有一些皮肤发黄 有肝硬化的 可能会出现手掌 这个肝掌啊 这个手掌发红 一般没有太多的症状 一旦出现症状的话 往往是病情比较重 或者有其他的病发症 包括有肝硬化啊 有食道经膜曲张啊 有这个肿瘤啊 导致的什么腐水啊 出血啊 这一些症状 但是早期一般没什么症状 那其实如果真的得了 乙肝的患者呢 他们在生活 特别是应酬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得了乙肝的患者 如果是 你病毒比较低的情况下 一定要注意 不要饮酒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病毒还是比较高的话 或者你没有抗病毒治疗的期间 最好不要太疲劳 为什么呢 疲劳它可能会 你的抵抗力下降 长期熬夜啊 长期的消耗啊 抵抗力下降之后的这个病毒 可能你抑制不入它 它可能突然一下爆发 最后面出现重症肝炎 因为有些乙肝患者 他长期没什么事 突然一下子就出现一个 很重很重 我们在每年都会受到好几个 这种终身感染呢 大部分都是因为太疲劳 或者药物 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 情绪改变了 一些其他原因突然加重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方面 很多肝炎的患者 特别是老肝炎患者 他们也很希望转阴 尋求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达到这个目的 有人想问 其实中药、中医 究竟可否可以… 博大精心 对,我大精心 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通常很多中医的药物 全民对肝炎是有特别是转阴 西医目前就没有一个很肯定的药物 可以保证转阴 很多人就转头中医了 目前乙肝病毒的治疗 西医方面已经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所以绝大部分虽然病毒不能完全转阴 但是可以把它控制到很低很低的水平 但中医方面也有一些药物 有一些方式可以导致乙肝病毒的转阴 但是转阴率还是比较低的 绝大部分只是把肝功能控制在正常的水平 特别有效成分都不是很清楚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你想靠中药完全把它转阴 这个几率也是比较低的 通过吃西药虽然可以将月肝病毒完全转阴 但是可以控制在很低的水平 中药也是一样的道理 接着再来考考大家 以下哪些可能是患了肝病的症状呢 A 容易疲劳 全身倦怠 精神不振 B 食肉不佳 体重下降 消化不良 C 面色发黄 皮肤痕或者发疹 B 血糖值異常上升 先基于A 先基于主持A 一定要是买肝病 肝疗肯定很累 没错… 没有精神 ⃘如果抽身累 gladly肯定有病 又不想吃东西 沒錯… 可冲的病 Gregory很累 比如说那个面色发黄 肝肝有问题肯定是眼、臉都会有一些黄气 大家都發現黃的時候一定會檢查肝有問題 我們吸取教訓這條應該是多選題 就不是單選 我覺得可能是B就不太對 因為食慾不佳,體重下降,消化不良 其他病,很多病都會有這個情況,不一定是肝炎 肝病是有很多症狀的 這四種情況其實都是可以發生的 血糖質異常跟肝病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其實糖尿病跟肝病是有密切關係的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脂肪肝 糖尿病的病人,他發生的脂肪肝的可能性 比正常人要大五倍以上 為什麼? 因為糖尿病不能很好的轉化血糖 血糖在肝臟裡面產生多了 它就可以轉化為脂肪,在脂肪裡堆積 所以就是說要控制脂肪肝的話 也要降血糖 我們的吃菌的東西 跟我們肝臟分泌的消化液是有關係的 如果是沒有肝臟正常的分泌功能 我們的消化就有問題 不能把我們吃菌的東西很好的消化 那自然就會比較疲倦 精神不整,食欲也不好 沒有足夠的營養肯定體重也慢慢會下去 特別是到肝臟化,肿瘤的時候 它就會體重會下降 皮膚發揚跟發疹呢 它最主要的是跟我們肝臟 有些特別是膽子淤積的時候 我們膽子不能排到腸子裡面去 到時膽子淤積會引起身上痕癢 這個是膽子酸炎成績的一個典型的表現 那反過來說,經常說肝膽相照 如果膽不好的人會不會都導致肝不好呢? 我們醫學上的膽跟我們平時 大家可能說的膽是不太一樣的 醫學上的膽它包括膽囊跟膽管兩部分 所謂的膽管就是連接我們的肝膽囊 以及腸裡面的管道 如果這個管道裡面出現了膽結石 或者其他的腫瘤或者其他的感染 導致我們的膽子不能從肝臟裡面流到腸子裡面 那自然就會導致我們的肝臟受損害 導致全身多個器官的受損害 最後面出現嚴重的問題 所以肝膽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其實我們膽囊其實就是我們肝臟分泌的膽 儲存在膽囊裡面 等到我們吃完飯了之後 它一下就分泌出來 有助於我們消化 所以切個膽囊的人 可能消化會受一點點影響 但是影響也不大 如果是膽管的蜥肉 那怎麼辦 膽囊膝肉其實也是很常見的 這個主要是看膝肉的大小跟多少 如果是多發的膝肉 那些膝肉比較大的 這種比較容易挨變 所以就建議手術 所以如果是你體檢發現有膽囊膝肉 那你要經常去進行超身的水防 就經常去檢查超身 看看有沒有長大了 長大到什麼程度 是不是需要做手術 一般的情況下 如果0.8公分或者1.0公分以內 一般的情況下不建議做手術 但是當然如果有嚴重的症狀 那還是切得好 其實剛才教授講的第三題 這四個選項 如果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發現自己真的有這些症狀了 那怎麼辦呢 如果發現有症狀的話 一定要去正規醫院 好好檢查 要按醫生的建議 為什麼呢 為什麼日本人現在發生的肝癌 70%以上的是早期 而我們中國發生的肝癌 80%以上是晚期 就是我們中國人 對醫生的建議的一重性比較小 我們醫生建議你啊 你每年要來檢查 什麼什麼要去檢查什麼 要么就不按行的檢查 要么你說檢查三項 他給你檢查一項 最後面他沒有一個很好的一重性 最後面就出現了一些很嚴重的疾病 所以我們就是說 醫生的話 有時候還是要聽 一定要按照他的建議去定期的檢查 其實今天呢 李教授呢 也是中西醫結合的專家來的 那在這裡呢 可不可以和我們推薦一個 劏方啊 又或者是生活中的食療方 是對我們肝療有好處的 我們煲湯啊 其實我們可以加一些 像胡蘿布啊 含有衛生素很豐富的 像苟吉啊 丹森啊 這一類的藥物 它對我們肝療有好處 像肝草啊這些 其實是對我們肝療是 治療都有好處的 對肝療不正常的情況下 它都有治療的作用 在譬如說維生素 譬如說吃哪些維生素 對護肝、養肝、補肝 會有些幫助呢 其實對肝療來說 最有護肝作用的維生素是 對肝療有好處的 吃維生素 對肝療有好處 究竟有保健作用嗎 下一節回來 專家會告訴大家 隨便吃藥 是否會把肝食壞 肝癌患者 又應該如何預防復發 不要走開,廣告很快 可口可樂台詞屏 讓我們分享更有細 看白臉風 到廣州西方 新世紀白臉風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來,今天我請客 我要KK兩站 終於飛騎樓 我要坐回聖誕 我要坐頂頭 現在全線冰陷和冰騎樓 第二份只要半價 這麼低 全線冰陷和冰騎樓 第二份半價 廣東中研白臉風研究院 白臉風治療 領導者 電話 020-3519 4個0 3519 4個0 看白臉風 到廣州西世紀白臉風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8630-1999 食哪些維生素 對護肝、養肝、補肝會有些幫助呢? 其實對肝臟來說 最有護肝作用的維生素是維生素E 當然呢 維生素A、B這些都 對肝臟是有保護作用的 因為肝臟它有很多的功能 如果你原料 比較充足的情況下 它可能就不用 花那麼大代價去 進行一些轉化 一些分解 一些解毒的功能 所以就是說 我們要有充足的維生素 對我們肝臟是有好處的 而且要多種維生素 這裡面就建議 因為維生素的 我不建議大家去補充維生素 只要我們多吃水果 多吃這種青菜 蔬菜類的東西 我們吃維生素是夠的 因為水果裡面含有的維生素很多 我就問一個 我們經常去酒樓 有些酒樓就會煲一些叫做 蝦王草煲骨 蝦王草煲骨 蝦王草煲肉 或者就這樣沖蝦王草涼茶 是吧 那蝦王草有無關的作用呢 蝦王草的護乾的作用 我覺得它最主要的可能 是降血脂的作用 這個血脂降下去之後 對肝臟肯定負擔就小了 所以可能這方面是主要的 肝臟的確是一個很複雜的大工廠 消化、解毒、方方面面都跟它有關 而且有些人說 特別是女士,如果肝臟不太好 養血養得不好 可能臉色會差很多 是 接下來進入我們今天的 健康達人體問題的環節 你看看今天的第一條短片 陳小姐是一位工作達人 平時忙於工作 病了都是自己在藥房、藥室 妹妹,病了 我應該要整個月班 寶廠很熟悉 她們變得更為有的 我現在這麼唔ped 的事? 這樣就不行了 那方便,買藥吃了,沒事就行了 戀愛吃藥,會吃壞肝的 吃壞了,喝多點水就沒事了 朋友就說,像他這樣戀愛吃藥 會吃壞肝,是否真的 那又應該怎麼辦 看完短片,我們很多人怕麻煩看病 很多時候是靠猜的 最近很累,肝可能不好 不如買護肝藥 或者隨便買藥,補一下 如果還未清楚原因 就這樣吃藥,會否對肝臟有損害 問問三位嘉賓 如果真的碰到不舒服時 會否首先買藥吃藥 小病,例如感冒、喉嚨痛 但說到肝的病 我覺得一定要看醫生 我覺得這樣就最好 這個問題問得好 我最近帶了團出某個角 那些人買了某些護肝藥 幾萬元 我覺得有用嗎 很大… 是否導遊逼我們去買 所以我問教授 我們還未發現肝藥有問題的情況下 我們買這麼多合成的藥 或者所謂天然藥 來護肝藥有否作用 這個我想問問 會否反而是想加傷 你的肝藥本來是正常的 你完全沒有必要去吃這種護肝藥 因為你的身體是正常的 你何必去花這麼大代價 吃藥三分毒 是 而且解讀的場所都是肝藏 那是否保健品都是這樣的原理呢 我個人不建議吃有關於肝的保健品 因為肝藥它是一個合成的器官 也是一個分解的器官 你吃多了還要加重它的負擔 剛才說的那個藥物 隨便吃藥的問題現在很普遍 但是我剛才也說的 肆藥三分毒 每一個藥吃進去 它可能都會有一定的副作用 平時我們可能最常用的 包括我們退燒的藥 止痛的藥 這可能是我們普通老百姓 最常用的兩個藥 這兩類的藥其實是有肝功能損害的 而且比較常見的肝功能損害 當然我們有一些抗結核的藥 抗美菌的藥 抗腫瘤的藥 那肝功能損害更厲害的 所以不是說要拿回去就馬上就要吃 而且要在醫生的建議下面吃 如果是自己隨便去吃藥的話 很有可能會導致你的肝功能損害 特別是有一些民間偏方 偏方 對 特別是草藥 我們每年都會收到好多個 這種因為吃 特別是腫瘤病人 肝癌病人 都會來問你的 肝癌病人之後 在民間開一個草藥 他就蹲 蹲完之後 滿身黃黃的就來了 最後面一檢查發現 是藥物性肝功能損害 導致的中症肝炎 一兩個月都退不了 所以我就說 建議大家不要隨便吃藥 因為這個藥物對我們的氣管是有損害的 那對肝癌最好的方式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讓它休息嗎 然後什麼也不用管它就可以了嗎 你本身的肝癌沒有乙肝的基礎 沒有脂肪肝 你完全沒有必要去處理它 因為我們肝癌儲備功能非常大的 你要想把你的儲備功能用掉 那時間還長了 你可能一輩子都用不掉你的儲備功能 是 肝癌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器官 是吧 那哪一類人的肝癌的疾病會比較高風險呢 如果是沒有乙肝或者其他肝病的基礎的 少爲勞累一點 或者少爲喝點酒都其實影響不大 但如果是已經有肝病的基礎 這個時候就要特別注意 我最近收了一個病人 因為照顧小孩 孫子剛出生 照顧孫子連續辛苦 一下子從乙肝攜帶著成為爆發性肝炎 防彈指數一下上升幾百倍 這種就是說我們有時候 如果有基礎的就要特別小心 沒有基礎的就是一般的注意性 好,接下來你看看我們今天 第二條短片 老王是一個肝癌的老患者 他究竟遇到甚麼情況呢 立刻看看今天第二條片 旁邊的房子好像得了肝癌 肝癌,牠現在怎樣 牠化療,正在做手術 那是否嚴重 不如我們找人來看看牠 記住別街坊 那又怎樣?你說幫不了牠 沒有,我現在聽到 現在吃中藥可以斷尾 可以介紹給牠,可以幫助就幫了 好,那去嘗嘗 肝癌,吃中藥可以預防復發 那這一種說法,對不對呢? 腫瘤疏後 整個其他的綜合治療之後 已經認為已經好了出院 這個時候我們人的抵抗力是比較低的 所以一方面可以用我們中藥 來提高我們集體的免疫能力 讓我們的抗病的能力增強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通過一些中藥 來消除我們經過手術或者放化療 導致的一些併發症 包括拉肚子或者便秘 這一系列的併發症 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 所以我覺得手術後 或者其他放化療之後吃點中藥 對我們腫瘤病人它是有幫助的 那有時候我想問一下 肝癌究竟能否治得好呢? 早期肝癌絕大部分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但是為什麼說肝癌很難治好 就是因為我剛才說了 在我們中國發現的肝癌患者當中 太多晚期的 早期的不到20% 基本上都是回天乏术的時候才發現 是吧? 對對對 那給肝癌的治療 有什麼方式是比較好的選擇? 肝癌治療的可能是在 所有的癌症治療裡面方法最多的 可以做手術 手術有三種 一種把它切掉 另外一種如果肝功能不好的話 還可以做肝移植 把肝換一個 還有一種就是 用一根針插進去 加熱或者冷凍 把這個肿瘤燒死它或者凍死它 我們叫做微酸治療 包括消融等等 各種消融素 這種各種消融素 就是說它的副作用很小 我們的病人下午做到晚上就到處跑了 第二天第三天就出院了 這個有很多方法 最後面還有介入、放療 或者栗子植入 很多治療方法 其實治療不是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預防 再下來就是早點發現 等到晚期再多的治療方法 那也是只能延緩壽命 早期才能治癒 不得肝癌最好 當然了 是吧 預防的為主 所以就要從自己做起了 其實中西醫結合治療